拥有200多年的陶瓷历史的三英地区 在4000多位艺术家共同的餐之下 长达有1.2公里的艺术大道已经诞生了 不过现在为了要发扬陶瓷跟马赛克的文化 社区决定要邀请全台湾的家庭 一起来挑战金氏世界纪录 幸福的歌声为2010三英陶瓷马赛克拼贴大赛 揭开序幕 为了挑战金氏世界纪录 主办单位邀请全台湾588个家庭 一起来为台湾拼出幸福力 而明年这条马赛克艺术大道将正式诞生 以为每一个家庭 然后爸爸妈妈代子孩子 甚至阿公阿嬷都参与 这样一家人来拼贴出来 这样的一个作品 而且是从五六千位个家庭 然后去申请出来 所以这个意义就和以往的都不一样 由于三英地区因陶瓷而闻名 如今艺术大道也以马赛克为主题 可说是完全符合社区营造的精神 银哥三峡其实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圈 那把银哥的一个陶瓷艺术 然后延伸到三峡去 然后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共同参与的方式 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 原来陶瓷是一个很轻易可以去取得 然后很轻易可以去完成的一个 加上我们自己生活艺术的一个材料跟美材这样 明年五百八十八个家庭的红色爱心陶瓷马赛克 将树立在这条艺术大道上 成为幸福的见证 中天新闻陈嘉明台北报道 中天新闻陈嘉明台北报道